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有份 我也有份 還有 我們都有份 新的智能身份證 當然會願意你 身份證由2003年開始 就以智能卡形式簽罰 新智能身份證 在2018年11月26日開始簽罰 並會逐漸取代舊有的身份證 它有更強的防藝特徵 而晶片和保障個人資料的技術 都有所提高 一起看看變成新的智能身份證 有甚麼特別 辭證人的相片會放大了 印刷技術也會更高清 而晶片就會放在卡背 港智能身份證 怎可以不提防藝特徵 上片右邊的三多字經花 是具波浪及立體效果的全色圖 卡面右上角加入了一個透明窗口 上面還會有你的身份證號碼 不要看小房在身份證上面細細張的相片 這個具立體感的激光影像技術 是亞洲證件首次採用的 你們看看 卡背在紫外光燈底下 還會呈現彩色的圖案 而晶片前面的箭嘴 會沿用光學變色油墨 在不同角度會有顏色轉變 另外,卡面右上角和左下角的中英文香港字樣 就有摸得到的觸角浮雕特徵 而背景就由多元化圖案 以及微型文字和彩虹印刷技術所組成 新的智能身份證會繼續採用最碳酸不碎膠 而且更加耐用 一張卡入面往常這麼多先進技術 即一點都不簡單 香港人一般都會用醫道出入境 現在用新智能身份證就更方便 用新的智能身份證過醫道 不用再插卡 就這樣把卡放在閱讀器上面 閘門就會為你打開 當然,都還要打指無核對身份啦 新智能身份證有嚴格可靠的加密技術 身份證需要放在認可的閱讀器上面 才可以開啟到晶片裡面的資料 不是任何閱讀器都可以的 想知道更多有關新智能身份證的資料 可以去smartid.gov.hk看看 新智能身份證 見證新時代 尋步創未來 見證新時代 尋步創未來 成功 作詞